台南大马路上两名男子扭打成一团 前方白色轿车停在马路中 男驾驶下车把机车骑士压在地上不断挥拳 骑士也不甘示弱 激烈反击 轿车驾驶的女性有人上前来想拉开双方劝架 但冲突持续 两人越打越激烈 轿车停在路中 机车倒在地上 两人当街大打出手 已经阻碍交通 后方车辆经过骑士门纷纷减速停下来看 还得绕过打架现场 最后两人站起来还持续对骂 事发地点在台南 还电路一段的马路上 旁边有许多店家 这里也算交通要道 车流量颇大 后续警方到场处理 一查发现冲突原因是行车纠纷 双方舵欧行为将依违反社会秩序违无法 第87条裁法 于车道上做停行为 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43条高法 原来两人在之前行车纠纷冲突 轿车经过海电路时 突然路中危险急停下车后跟骑士扭打 后续警方也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对驾驶跟骑士来开罚 三熊王少古不先 台南报道